欢迎回来关注国际消息 澳洲籍华裔作家杨恒均被捕五年后 在北京以间谍罪被判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如果杨恒均在两年内没有犯下任何严重罪行 死刑可能在两年后改判为无期徒刑 澳洲政府对此判决表示震惊 已经指示召见中国驻澳洲大使校签 澳洲外长黄英贤表示 会用最强烈的措辞来表达澳洲的反应 中国北京一处法院今天判处2019年 遭拘捕关押的澳洲华裔作家杨恒均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澳洲政府对此表示震惊 外长黄英贤表示 将以最强烈的措辞来表达澳洲的回应 他说如果杨恒均在两年内 没有犯下任何严重罪行 死刑可能将在两年后改判为无期徒刑 We will continue to advocate and express our views to China Obviously this is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and there are appeal avenues available to Dr Young which I don't intend to pre-empt I would say the important thing today is for these two things The first is for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so me on behalf of our country to express our views about our view about the verdict and our view about the sentence I should say and the second is to express our empathy with and solidarity with Dr Young's family 黄英贤指出澳洲政府利用一切机会 在最高级别上为杨恒均向中国进行辩护 也一直呼吁中方 按照国际准则和中国的法律义务 为杨恒均提供基本的公正标准 程序公平和人道待遇 57岁的杨恒均是在中国出生的澳洲公民 他在2019年在广州机场遭到逮捕前 在纽约工作 杨恒均被控为一个中国未公开指明的国家 进行间谍工作 外界并不清楚针对他的案件细节 2021年5月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杨恒均被控的间谍案 但是至今才宣判裁决 期间延期宣判超过10次 速度追导 姿充天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